2018年12月15日 由山西国头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的九牛之夜 昆仑爵世界极限格斗大赛 79太远站山西产权市场杯 在山西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 在进行的66千克世界冠军赛的半决赛比拼中 代表三亚公安局菲洛特领支队 出战的中国名将酷刑者顾辉血战欧洲冠军索菲亚内 下肚里最终三回合险胜对手 率先晋级决赛 今天的66千克世界冠军赛剧情跌宕起伏 首轮顾辉很下硬步 战胜GWLF16人 赛基腰带冠军内队进入半决赛 而另一位夺冠热门卫明辉 却不幸被欧洲MF16融合之战金腰带拥有着卡杜里击败 可见卡杜里实力不可小觑 顾辉在首轮比赛中美股开裂 在比赛中他伤口再次被对手重击打裂 顿时血染赛场 而顾辉坚持咬牙作战 面对卡杜里的重炮轰炸 顾辉发挥出了顶级的咬闪技术 并运用精准的后手拳 成功命中卡杜里 本场比赛顾辉显现出绝对的硬汉气质 面对对手毫不畏惧 最终顾辉三回合点胜卡杜里 晋级决赛 他的对手是自己曾经击败的老对手 乌克兰名将主神之战 四强谢尔基 鼓励亚巴 赛后顾辉接受了全场的欢呼 在被主持人问到伤口的时候 顾辉回答说 这就是一根毛 而对于即将进行的决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